你 你跟二分更熟一些 你知道他要给我们看什么吗 我只知道 他想让你高兴 下了不少功夫 你该不会嫉妒 我在府里人员比你好吧 老爷 你看 他们来了 郡主 二夫人 您到底要给我们看什么呀 我呀今天花重金请来了 最好的杂技团 来给大家解解闷 那走吧 咱们上台吧 走 让他们开始吧 是 老爷 走 走 坐 老爷 这次我请了这个杂技团 他们有个特别的绝活 是特别有名的 还重金请杂技团 我跟我爹就是最好的 熟起爹 也不知道他现在去哪儿了 在下王海权 是乾坤班的班主 给将军及夫人请安 给公子及郡主请安 给公子及郡主请安 我们团九闯江湖 肯定会给大家带来一出好戏啊 今天郡主在这儿 好好表现啊 夫人抬举 那我们可就献丑了 好 太好了 好 好厉害 好 厉害 好 下面呢 好 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 胸口碎大石 有请下面的贵人 谁敢前来一试啊 我来 你行吗 行 二公子 接锤 哎 还挺沉啊 哎呦 二公子 是不是昨夜没休息好啊 来 还是我来吧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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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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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来了 哎 郡主 使不得呀 放心吧 来来来 躲开点 郡主 您千斤跪体 还是 别砸了 哎 没事 你放心 郡主 真是巾帼不让虚为啊 我呸 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 穿帮了穿帮了 这要不是我刚刚砸那么多下 他根本不可能砸碎 对 是啊 我那个 我这是占了二公子的便宜 谢谢二公子 郡主 把车给我吧 露音瑶这个群主 看他言谈俊齿毫无打架风范 倒像是一个江湖儿女 灯才没把你吓得完 不是 你说你都看不到 整日来书房做什么呀 既然我看不见 不如郡主读书给我听听啊 怎么了 我受风寒了 嗓子不太熟 既然如此 那就不劳烦郡主 今天是什么黄道吉日 我还是老老实实回屋带着去 石青 那你好好休息 我回房了 等等 石青 有什么事啊 过几天就是我恩师的寿担 我想让你帮我写封信 写信 这么私密的事 还是别让我带写了吧 我不介意 我们俩是夫妻 还有谁 比我们更亲近呢 谁跟你亲近呢 莫非 郡主不会写字啊 开什么玩笑 我郡主怎么可能不会写字呢 我当然会写了 写就写 反正你也看不清 来吧 说吧 写什么 我口述 你来写 恩师在上 请受弟子一拜 一别多日 不知恩师的身体 是否安康 京城天气多变 望您多多保重身体 你继续说 不用等我 我写得很快的 学生身体抱恙 故无法前去参加寿宴 甚感遗憾 还好我爹以前交给我这几个字 看来真的派上用场 怎么办 好 每三少刚刚让我写一封信 你会写字吗 不会 我就只会写胸口碎大石 这没三少跟你说什么了 谢谢恩师 然后 谢谢恩师 让他注意身体 注意身体 谢食言去不了了 谢食言去不了了 注意身体 顶主 小阮 你来干吗呀 我来替二夫人送东西 夫人叮嘱 这是给三少爷 强身健体的特效药 放这儿吧 你们在煲汤呀 我最擅长了 需要帮忙吗 你这就是瞧不起人了呀 小阮 姐姐 你别误会 那 我就不打扰了 告退 你快去写一封信 把我写那封替换点 他要是寄出去麻烦了 行 那你帮我看着这碗汤 我马上回来 好 好 好 啥 我 这点 打承了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